一看到園謹 男子還在大吼大叫 還入罵髒話 你要繼續罵我是不是 你不要這樣子罵喔 你這樣罵的話 我會對你 趕快攻擊你 園謹都擺明了要將他送辦 但是他沒再怕 威脅園謹在路上要小心 嘴巴嗆聲還不夠 他居然動手揮拳朝派出所所長 脖子攻擊 簡直目無法計 是周日深夜11點多 這名蘇姓男子從台東到花蓮玩 疑似在飯店房間內飲酒 和朋友起口角 獨自到飯店大廳逗留 飯店人員擔心他影響到其他住客 請他回房間 不過他還是不回去 只能請警方協助 園謹到場後 這名蘇姓男子先問園謹 是不是陳公正的人 接著又說要上廁所 園謹請他冷靜 他就對園謹大小聲 用不雅字眼秀入園謹外 還對派出所所長動手 在場園謹當場將他壓制 並使用辣椒水將他上銬帶回 招攻擊所長 頸部挫傷 經送醫治療後 所幸並無大愛 本來開心和朋友出門旅遊 卻因為喝醉起了口角 不願意配合飯店外 下場還是到花蓮景局 這趟旅遊因為自己的衝動 留下了與眾不同的經驗 東京新聞 黃一鳴 劉漢元璋 張永永 花蓮報導 總統